狗尾巴草是小敏的祖先 人类如何想到要培育它 为啥现在驯化不了 狗尾巴草俗称毛毛狗 是农村田梗路边常见的杂草 它细细的主干上 长着圆柱形毛茸茸的果碎 看起来很像土狗的尾巴 所以它才被人们叫做狗尾巴草 然而看起来平平无奇 深受农村小孩喜欢的狗尾巴草 却让许多农民恨得牙痒呀 因为它不仅和农作物争夺水分、营养、光照 还干扰农作物的成长 限制农作物的发育 而且狗尾巴草还可能是病菌害虫的记住 冬日它收留可怕的植物病菌害虫 等到次年春天 任由它们迁移到农作物身上 危害农民辛辛苦苦播种的粮食 所以繁殖能力强、生命力旺盛 危害严重的狗尾巴草 一直被农民嫌弃 但谁能想到 就是这样邪恶的杂草 却是咱们拿来熬粥小米的祖先呢 这不禁让人好奇 当初人类是如何想到 要培育狗尾巴草的 为什么现在兴化不了了 在很久很久以前 新石器时期 人类主要依靠狩猎动物 采集植物果实为生 其中所谓的植物果实指的是 各种植物的金块、嫩叶嫩芽 可食用的果实等 然而当冬季来临 野生植物越来越难以采集时 人类不得不转变思想 把目光投向驯化 狗尾巴草作为常见的植物 它成了前几种被驯化的对象 尽管狗尾巴草有很多缺点 但人类仍然不愿意放弃驯化它 在这一方面 我国先辈曾付出极大心血 现如今不少科学家认为 狗尾巴草驯化后的产物 小米起源于公元前 7500年前的中国 那时它被称为鼠 然后和苛子年米 被人们统称为肃米 不得不说 别看现在小米 口感细糯清甜 当初人类为了征服它 可是花费了上万年的时间和精力 它才变成这副乖巧模样 最开始人类看好的是野生小麦 但它自个儿不太争气 每当种子成熟后 就不自觉脱落到地上 这对当时人类来说 采集太困难了 轻轻抓一下麦肝 还没开始收集 成熟的麦粒 便掉得满地都是 于是人类不得不增加驯化的品种 而狗尾巴草种子成熟后 不易掉落 只有植物干得透透的 它才会脱落 这对工具匮乏的人类来说 是件好事 加上狗尾巴草适应能力 还制能力 抗虫害能力很强 即便当时没有农药 雨水失多失少 但狗尾巴草仍然活了下来 于是人们便开始圈养它 经验丰富的老一辈 会留下那些 果碎比较大的狗尾巴草种子 等来年春天再播种 就这样 经过人们长达上万年的定向选择 狗尾巴草渐渐变成了小米 颗粒饱满 淀粉含量丰富 适合拿来欧洲 不得不说 驯化后的小米 和野外的狗尾巴草相差甚远 这就让人好奇 现在野生动物 依旧可以被人类驯化 那野外的狗尾巴草 为啥就不能驯化了呢 首先 驯化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动不动就得上千年 其次 植物驯化靠的是野生品种的基因突变 而这种突变往往是随机的 充满不确定性 可能这一批试验品合格了 下一步就说不定了 这要科学家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 才能做到 例如杂交水稻 理论听起来似乎很简单 但实践起来 却困难重重 元老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加上现代科技不断的变化 才完成了举世瞩目的杂交水稻 所以 现在想把狗尾巴草再次驯化成小米 一时半会儿可能完成不了了 对此大家有啥看法 欢迎一起来唠唠